最好吃的 裡面是脆的, 肉完全不粗糙 煮得非常漂亮 一咬下去, 油脂肪是出來了 但不會太油膩 我覺得剛剛好 油脂肪和肉的味道 真棒 現在很幸福 沒有讓我媽媽看到 我媽媽最喜歡就是吃粗糙 馬上開始, 劉港開餐100強 吃粗糙和肉的東西 全部吃粗糙 125 米米 外豆豬和肉 12.2.65 米米 覺得沒什麼新意 不過如果加入一些西式的元素 感覺就完全不同了 好像層次都提升了 而這間餐廳的主廚是香港人 澳洲長大 他喜歡創新、喜歡融合 所以他的菜式中西結合 講求味道的平衡 令人一視難忘 孫總麵包一直在西餐裡 都有廣泛的應用 他的特性是純天然 而且比較軟熟 有嚥勁的程度 我們想到用它來做蔥油餅的餅底 酸種餅底來做蔥油餅 它會有外脆來源的口感 它的微酸性可以中和蔥油的油膩 這餐很豐富 我第一樣想嘗就是這個蔥油餅 蔥油餅見就見得多了 但在高級的中菜館買蔥油餅 是否比較普通的 那些呢?難道內有乾坤? 我們試試吧 上面很漂亮的五盤綠色 蔥油、京蔥、洋蔥、香蔥 都非常吸引 拿起來也很重手,很多料 我蘸這個醬 就是一個腐乳酸忌廉醬 平時我吃蔥油餅好像都是這樣啪 好像小點醬 我們試試吧 這個特別之處就是皮是酸種 像酸種麵包那種 所以咬下去非常香脆軟滑 非常脆弱,非常特別 因為平時吃蔥油餅 可能比較酥皮 這個就比較有口感 還有蘸這個腐乳酸忌廉醬 原來和蔥油餅都非常配搭 因為酸酸的,再加上蔥的香口味 裡面是有京蔥和香蔥 很配合 開胃菜一流 吃完這麼香口的菜式 喝點湯就適合了 可以中和味 這個就是醬拔龐魚米湯 看到它非常稠 通常看到奶白色就知道是魚湯 但這個非常特別 因為它是將湯 從60克熬至20克 即是三分之一 將它熬至非常濃 你看到它有很多材料 這個魚湯混了米漿 你看到裡面有粒粒的醬白糖 還有一些脆米 我第一次喝湯,裡面有些脆米 我試試吧 湯非常幼滑 喝的時候有淡淡的海鮮味湧出來 那些脆米… 當然,入了湯就沒有啪啪聲那麼脆 但咬下去也是有這個質感 加上這個醬拔龐魚米 非常之暖胃 我們用西式的方法去處理麻油 我們首先會用了乾式熟成 會提升魚的風味 還有它的肉質會再有進一步的提升 在熟成的過程裡面 魚肌肉裡面的梅 會將它的脂肪、蛋白質和糖原 分解成脂肪酸、胺基酸和糖 還有一個叫菊胺酸 菊胺酸是鮮味的來源 我們會將魚大概熟成三至四天 視乎不同的魚 出來之後 魚的鮮味會有進一步的提升 而且它的質感也會有進一步的層次 說到中西合璧 就是這條鹹鮮麻油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用西式的乾式熟成的 乾式熟成了大約三至四天 就變成這個表演 是非常之特別的魚 你看到上面有很多蔥絲 全部的醬汁都是南菜和鹹檸檬去做的 我們夾給你試試 皮很脆 很脆, 好像, 真棒 吃起來非常香 雖然脆皮是脆 但裡面也不會煮得太… 肉完全不粗糙 大家也看到, 煮得非常漂亮 鹹香味在南菜和鹹檸檬都出來了 和這個麻油非常合適 吃起來還有懷舊老菜的味道 應該送飯一流 先點一碗飯 煙燻三黃雞 它的工序都非常複雜 首先把它醃了 然後放風乾櫃 風乾, 然後再出來煙燻 它就用蘋果木煙燻 所以非常香 很多件我也很想吃 那不如拿前面那件雞翅 它做得非常漂亮 醬就像平時吃蕭美的薑蓉 旁邊也有一些比較酸酸的辣醬 我們不如試試辣醬 好, 很有趣 因為它像西式的烤雞 但它有中式的豉油、滷水汁的味道 所以也是中西合璧的菜式 咬下去的蘋果木煙燻 非常香, 非常惹味 肉非常滑 皮脆得有點嫩 吃過番沉味 對, 這個真是 這間來自北海道的日式燒肉名店 在香港開了第一間海外分店 他們社長專門開設自家農場 自養優質的牛仔 所以他們的牛肉吃得肉質細滑 味道香濃 而且脂肪的分泡均勻 入口即溶 若果你是日式燒肉迷 就一定不能錯過了 我們社長在日本 開展了一個未來日記的計劃 開始養他們上乘牛肉 牛肉本身是自家農場 它用很優質的治療 環境很乾淨 而且地方很大 去培養這些牛仔 肉質比較香濃 因為我們油脂分泡比較平均 吃下去就沒那麼罪惡感 也健康一點 對現在這個城市的人的口味很適合 來到這間餐廳是煮單味來牛 什麼是味來牛呢 難道是又預知到味來的牛 不是 我想看到味來牛是否像素食 其實不是 大家也看到有很多塊肉在我面前 第一個就是這個味來牛沙律 平日吃沙律可能也有幾塊菜 但是這裡很好吃 還有很多塊味來牛 看到它都是七成熟的 原來是慢煮的方法 隔切 菜都很特別 有南瓜、番茄仔 上面也有很多洋蔥 南瓜很清甜 它的醬也很軟、很清新 不會覺得很油膩 有洋蔥和胡麻醬 很健康 在燒肉前, 吃沙律做味菜 完美 這碗凍冰冰是什麼呢 就是聖江冷麵 你會覺得是否像酥拌麵一樣 但又不是, 看起來像吃拉麵 材料也很豐富 有燒蛋、紫菜絲、青瓜、泡菜 當然有牛, 這裡就是牛腱 先嘗嘗湯 湯有一點甜、很清新 它是一種雞湯 如果配上麵, 會怎樣呢 很彈, 看我這樣挖出來 大家已經看到 滑滑的聲音 再加上這個湯, 比較冷 吃整碗麵應該沒問題 好, 我們來到燒肉的環節 這裡有九種部位給我選擇 油脂分佈會比較漂亮 可能比起和牛 沒有那麼油膩 比起和牛 讓我們都市人是否適合一點 我們嘗嘗這個牛板鍵 然後我們嘗嘗這塊油三角 這個是厚的 是時候我都要轉一下 看到它一格格, 燒得很漂亮 好, 嘗嘗肉眼上蓋 大家看到它的油脂分佈是非常漂亮的 是不是有一點芝麻 原來現在燒肉也挺浪漫的 我喜歡它一格格 牛不用燒很久 因為你也想保持有油分 還有不乾 現在很香 它滴油的 吃燒肉的同時 我們可以喝這個麥瓜汁配雪糕 是不是好像以前懷舊日本的甜品 很可愛, 很有童年的回憶 它是用日本產的麥瓜汁 所以別看見它這麼鮮 但其實味道…不會是很假的 再配上這個Vanilla雪糕 在這裡吃這個濃味的味來牛 再喝這個麥瓜汁, 真棒 吃絲, 我當然要蘸醬汁才開心 這裡有秘製燒汁 有檸檬提升鮮味, 還有海葉 我們戳一下, 好 嘗嘗這塊肉眼上蓋 就是肉眼精華的部分 蘸醬汁會提升這個鮮味 一咬下去, 油脂肪會出來了 但不會太油膩 我覺得油脂肪和肉的味道很好 非常軟, 你看到一咬下去 不用刺開, 入口即溶 好, 我們嘗嘗牛板 看見它是兼額的位置 我覺得拿起來有點像一塊肥牛 這個比較薄 比較薄, 油脂分泡也很漂亮 但不會覺得它粗糙 但這個燒得很快, 因為這麼薄 很嫩 好, 還有一塊油三角 就是牛腿的部分 這個也很嫩 我覺得吃下去, 這個有點帶甜 再加一點鹽, 把牛的香氣帶出來 嗯 很久, 別咬下去了 還有一塊油脂肪 真實的油脂肪 最eg生的油脂肪 新作品 最大部分都是恐怖的 最有油脂肪 來到西貢當然要吃海鮮 這間餐廳由2010年起 連續15年獲得米芝蓮一聲 無論是海鮮的質素 還是廚師的供價都有保證 甚至日還要吃客推介 烏斯巴是西貢本地的特產海魚 由於產量較少 而且每天漁民都會出海打魚 如果幸好那天他們找到烏斯魚給我們 就要直接交給我們酒家 然後再去烹調 所以烏斯魚是特別珍貴的 我們用烏斯魚起肉炒球 是一個手工材 每一條烏斯魚只能起兩片魚肉 這個做法很考慮廚師刀工的勢力 而且加上廚師油炮的技巧 以及控制的火候 炒完出來的魚肉 就會更加彈牙和爽口 今天來到西貢有得吃海鮮 真是開心 在我面前有四款不同的海鮮 非常香和吸引 前面有一種西貢特產魚 它叫烏斯魚 是一種海魚 它比較小 所以你看到這樣 已經有四條魚這麼多 因為一條魚是兩塊肉 所以這個叫做烏斯炒球 本來這條炒球 是一個波波的形狀 但原來這樣一塊塊的魚都很結實 讓魚都… 試試你會… 它將魚是起骨 所以真的可以整塊放進口 其實它非常嫩 還有這個薑蔥 炒得很香 非常有味道 第一碟海鮮 我下一道菜 就是這個椒鹽鮑魚 是南非過來的鮑魚 其實海鮮很小的時候已經很喜歡 因為我爸爸雖然他是法國人 但他也很喜歡吃港式的海鮮 我們經常去南丫島 吃完海鮮 我覺得很煩 因為我們會走那個山 他也是很喜歡椒鹽的 任何椒鹽炒蟹、蝦都喜歡 椒鹽是非常足料 我的鮑魚也非常健碩 好,我們嘗嘗吧 淡淡鮑魚 椒鹽就不能撐住了 先吃海鮮 除了蝦,通常蝦我都喜歡蒸蝦點豉油 不然我也會選椒鹽 好像鞠鹽一樣 很滿足 傳統的蒜蓉粉絲蒸原貝 我相信大家都吃了很多 而且覺得應該有點悶 我們也嘗試了很多新的做法 最後選擇了米湯慢煮低溫原貝 這個做法裡面 我們會加入少許的金華火腿溶 用了米湯慢煮原貝 會令原貝更加嫩滑 而米湯會令原貝的鮮味更加突出 海鮮不僅有蒸炒炸都可以慢煮 平時也有吃原貝的 但裡面有湯真的第一次見 這是米湯 有點像粥一樣 嘗試米湯 很清甜 有點像在吃粥一樣 湯裡面也有一些金華火腿粒 再加少許鹹味道和口感 嘗試主角 很大顆 非常彈牙 我喜歡它吸收湯 每一口都放湯出來 上面有這些蔥和金華火腿 令它更加嫩滑 好吃 有我最喜歡吃的蟹 這個要小心點 因為很多膏 油鹽焗鹽仔蟹 大閘蟹我都吃過幾次 但這個是不同的 它很當作的一種蟹 外面我已經感覺到鹽 很棒 首先將它蒸了 然後拿去鹽焗 我吃到鹽焗肉 這個要吃得很重 很棒 我已經撕了鹽 可以整個鹽了 我已經撕了鹽 把鹽的鹽焗肉 是可以整個鹽了 很幸福 沒有讓媽媽看到 媽媽最喜歡吃螃蟹 所以我們只用動作 是會留一個螃蟹蓋給她 但這個不同 這個要吃膏 好了,媽媽 下次請你來這裡吃 如果你願意給我 很好 這間兩層高的工業風咖啡 真是令人眼前一亮 大家進來 可以坐下來慢慢享受午餐 真是非常寫意 而這裡的出品 比起其他咖啡 就多了另一份Fusion的感覺 更細合璧的菜式 你不妨來試一試 今天來到這間咖啡 非常寫意 我很喜歡這個環境 它的玻璃是層樓到層樓 很漂亮的咖啡 除了打卡之餘 我們的菜式也不輸蝕 咖啡通常是西式 但這個有點中西合璧 這個ANGEL HAIR 好像這個蔥油半面 上面有蔥 然後有一點木耳 但上面有些煙三文魚 還有兩隻煎蛋 非常中西合璧 它選用這個ANGEL HAIR 因為夠幼身 你看到一拿起來 就看到是掛了汁 而且非常均勻 像炒麵一樣, 聞一下 這個蔥油的味道很棒 再加上一條條的三文魚 蛋我們也可以撒在一起 就更加扯, 我更加滑 我說得很合適 它真的淡淡的汁 再加上三文魚 就提升鮮味 而且令它更加特別 木耳就剩下這個口感 聽到我說話都溫柔了 因為這裡真的太放鬆了 好, 接著我們有這個 松露豬肉米盈粉 米盈粉就是耳底的像米粉 通常我們都會叫它ORZO 它就比較乾身一點 它除了有豬肉之外 也有菇, 像Risoto 旁邊有些脆脆的芝士片 上面有一隻蛋 這裡很大份量的松露 好, 先試一下那個ORZO 原來還沒拌這個松露之前 已經有這個松露的香味 很有趣, 那個質感好像抹茶 但是乾身一點 還有粒粒分明的, 黏黏黏黏黏 拌好蛋了 準備好了嗎? 開始 我們拌好這個蛋 整件事再滑一點, 香一點 我覺得非常飽兔 吃一碗也可以很滿足 因為有蛋、有菇 還有黑松露 芝士片脆脆, 也很棒 來到這個甜品 我看到每個人都會點這個 就是他們的招牌丹麥芳包 就是Brioche 旁邊也有開心果忌廉 適合開心果 它的水果也很足夠分量 它不會切粒給粒 是原件的司多給你 還有藍莓 這個Brioche上面也不簡單 上面有杏仁忌廉 你看到它沾上去 還有一點焦糖 我覺得看上去好像Creme Brulee的頭 那樣 真的切下去好像Creme Brulee 那樣爆上去的焦糖的表面 切下去好像一點點蛋糕 有一點點麵包 有一點點蛋糕 很軟熟 表面也塗一些開心果忌廉 真的很軟熟 有點像軟心麵包 上面的焦糖又不會太甜 所以你多塗這個開心果醬也可以 吃完這個甜品 喝完咖啡就最棒了 這個很特別 它有點像平日 即是阿富加圖 通常都是Espresso加雪糕 這個很特別 它Espresso在底 上面就是開心果忌廉 還有一點點開心果醬 整個人都開心了 太好了 來嘗嘗 我這個建議 用小筷子嘗嘗那個開心果忌廉 好像真的滾了的開心果 還有一點點的甜味 真的不會很膩的那種忌廉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拌在一起品嘗了 或者你喜歡一邊吃一邊喝都可以 隨你吧,這個就是甜品的樂趣 下集繼續劉港開稱100強 它那種香 平時不是只吃鮮可以有的 肉質非常肥美 我吃下去是非常彈牙 而且有別於一般我認識的天婦羅 豬腩肉的油 還有鹹味滲進帶子裡 雙重的鮮味 甜品的炭油